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它的概念 供应障碍是什么 发生器官神经肌肉的气质性病变 一定是怎么样 我们发生的器官 我们发生局部的肌肉产生缩缩 对不对 身带的变窄变宽 身带身门的闭合 造成发生器官的肌肉无力或者是瘫痪 或者是它的怎么样 激张力的异常 激张力高了 是不是由我们做的精卵的状态 是不是同样会引起我们发音的一个异常 所以运动的不协调 这些呢 原因导致出现发声 发音共鸣 韵律方面的一个异常 这就是怎么样 我们的构音障碍发出的声音 哎 共鸣 韵律 音调 音量 我们经常说话 不是怎么样 哎 从头到尾平了 有一扬顿措 我们做诗 潜词强调什么 评作评 对不对 那么这些都跟我们的构音 跟我们局部的神经肌肉组织是怎么样 密切相关的 所以呢 它会出现怎么样 扣语的语音的障碍 词语语法的怎么样 是表达正常 不会像我们诗语证会出现怎么样 语法的错误 那么它的这方面表达是没有问题的 理解能力也是怎么样 没有问题的 它只是一个什么 口语的语音障碍 仅仅是语音的发音障碍 我们在讲诗语证的时候 我们的口语表达不仅仅是一个语音的障碍 对不对 那么它仅仅是什么 发音有问题 比如说啊 哦 哦 那么不同的发音 它会怎么样 出现问题 就跟咱们经常说绕口令 四和十对不对 有些人怎么样 十四它就怎么样 说不出来 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 语音发音的问题 仅仅是口语表达当中 语音的障碍 所以你首先要明确 勾音障碍 是语音由于神经肌肉组织的问题 所导致口语表达中 某些语音发不出来 所以它的错误一定是怎么样 固定的 不像我们施语证 它一会儿是这错一会儿是那错 是属于变化的 而勾音障碍一定是由于怎么样 某一个语言结构的神经组织 机关的缺失导致某些音不能发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固定的错误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勾音的问题 勾音障碍 那么就是说 语音的 后程出现的一个障碍 他们就是说话者 想把我的意图 通过这种口语表达出来 那么在发出声音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讲了 有我们的动力器官 我们的肺要呼出气流 那么声门声带的闭合 允许你气流的 它出或者是禁止 你怎么样发出 所以呢有呼吸运动 也就是呼吸动力器官 它会怎么样产生问题 会引起我们的勾音的问题 那么我们猴护的声带 声门的闭合 声门下压的一个高低 声门开放的大小 也会引起怎么样 我们声音的一个大小 引起我们构音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的调音的运动 也就是说 我们的口腔 咽腔 鼻腔 这些共鸣器官 对不对 还要对这种发音进行怎么样 一个调整 所以构音实际上就是 我们的呼吸有没有问题 这个人呼吸有问题了 经常你们跑完八百米之后的 一个反应就是喘气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说话也会变成怎么样 很难发出来怎么样 很累 感觉气不够了 说话很费劲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呼吸系统 我们喉部的肌肉的收缩 声门的闭合 以及呢 口腔 烟枪共鸣器官都会影响怎么样 构音的一个形象 都会出现构音的一个障碍 所以我们训练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怎么样 来进行呢 所以根据它表现的不同 构音障碍呢 可以分为运动障碍性的构音障碍 可以分为气质性的构音障碍 可以分为怎么样 功能性的构音障碍 那么运动性的构音障碍很简单 肌肉不运动了 对不对 神经病变导致言与有关的肌肉麻痹了 我不运动了 那么就出现一些运动障碍性的构音障碍 那么还有一些呢 是属于气质性的 先后天的原因都可以导致 比如说千天心纯落裂 咱们老百姓说的话叫怎么样 这个人是个兔纯对不对 哎 这儿少了一块了 那么他说话的共鸣的器官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怎么样不完整了 所以他会引起怎么样 哎 某些音就怎么样构成了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一些怎么样 气质性的构音障碍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功能性的构音障碍 发音错误表现为一个怎么样 固定的状态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和属于症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勾音障碍是固定的 而属于症是怎么样 错误多变的 那么他表现出来一个固定的错误 但是找不到原因 多鉴于怎么样 学龄前儿童 他对某些音呀 某些话呀 可能在学的过程当中 还对某些词呢 可能发音 哎 就觉得舌头好像绕不过来了 对不对 你就觉得发不了这个音 那么在咱们的经典名著里头 具有这个典型特征的一个人物是谁 是不是史湘元 对不对 他发这个就R就发不了老师 爱哥哥 爱哥哥对不对 一个是A的这个音 R 那么他一个就是R 那么就是这个A的这个音 和这个A的这个音 他就怎么样发不清楚 那么你说他有没有语言的支配的肌肉的麻痹 有没有类似于先后天原因导致我这些发音器官出现的 那都没有 但是呢 他就是固定的把这个音要发成了另外一个音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就属于一些怎么样 功能性的 但我们重点考虑的是什么 运动性障碍 心理贼中控障碍 我们训练的主要还是由于这些肌肉麻痹 我们进行训练对这个肌肉的一些筋卵进行怎么样 所以根据他的一些症状 我们分为怎么样 迟缓型的 那肌肉就是什么 迟缓无力的 对不对 筋卵型的 还肌肉筋卵张力比较高的 供给失调型的 我们发生一种语言的运动是怎么样 一个协调的 所以跟这种整体的一个协调能力也是明确相关 运动减少性 运动过多性 以及怎么样混合性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 迟缓型 那么它多见的是什么 严随性麻痹 纵症肌无力 也就是说迟缓肯定就是一个肌肉无力状况出现的 那么神经肌肉病变所导致的什么 肌无力 肌张力低下肌肉萎缩 肌肌症难 是不是都是一个无力的状态 那么它言语的特征 就是说这种迟缓型的供应障碍 它言语的特征是什么呢 半游怎么样 呼吸音 因为它这个肌肉力量不够 那么我呼吸的这种 你就可以听到它呼吸 有些你就觉得这个人呼吸音怎么那么粗呢 对不对 那么呼吸音会有一些体现 鼻音过重 辅音不准确 我们一般学有原音有辅音对不对 它的辅音是不准确的 而且是单音调的 音量降低 一般鼻音重的人 它的音量都怎么样 都比较低 就跟咱们分有低中音 低音中音高音 对不对 那么空气是由鼻孔溢出 而怎么样 语句等粗 因为我这些肌肉都拿屁了 直接就呼出来 鼻腔怎么样 来去发出的一个音 所以空气是由怎么样 鼻孔溢出的 因为我们肌肉怎么样 来控制我们身门的一个开臂 对不对 所以它齿缓型的 直接就怎么样发到鼻腔里头 所以这种鼻音怎么样 比较重 这是齿缓型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肌肉不利 可以是神经肌肉的病变 所导致的 那么筋卵型 多建于什么呢 脑性瘫痪和脑促中的一些患者 那么神经肌肉的病变 表现在是筋卵型的怎么样 看完 那呈现的是一个什么 张力高的 和刚才的肌张力低下就不一样了 那么运动缓慢 它的一个言语特征也是怎么样 腐音不准确 单音调的 刺耳音 刚才是什么 鼻音重止换器 气流怎么样 一下出出来 鼻腔里怎么样 去给它形成阻碍 一个鼻音重的表现 而这个是一个什么样 单音调的刺耳的 紧张的 窒息样的一个声音 张力高 意味着就是弹性紧 那么这种刺耳 那么大家想日常生活当中 是不是紧急的一个急刹车 你就听见呲这种声音 你就会觉得特别刺耳 特别单调 对不对 那么高度筋卵的这种肌肉 相当于是不是非常紧的 这一个和你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力 然后你要去突破它 是不是就相当于这种 紧急刹车的一个摩擦车 所以是一个怎么样 单音调的刺耳的音量 这个音量就是怎么样 高的 刚才的鼻音就是怎么样 低沉的 所以耻缓和筋卵 是不是有的明显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型 共济失调型 那么脑促重脑肿瘤脑性疼患 不可以引起 那么它的神经肌肉病变是怎么样 既然是共济失调 那么它的一个特点一定是一个怎么样 不协调的运动 那么运动缓慢 即刚力低下 它既然不协调了 它的言语的特征就是怎么样 一种不规则的言语的中断 或者是音调 或者是一种声响 辅音也不规则 发原音也不准确 刚才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一个辅音 那么在共济失调 它整个发音产生了一个怎么样 不协调 原音辅音都会出现怎么样 异常 那么这个是共济失调的一个特点 就是整体一个规则 从我们的音调音质 音量韵律 全部发生了怎么样 一个改变 运动缺少型 都介于怎么样 帕斯金顶 它的一个特点呢 是运动缓慢 活动受限 上失了一个什么样 自主的运动 那么言语的特征就是什么 一个单音调的 重音减弱 辅音的不准确 这个呢 是帕斯 运动减少型的一个言语的特征 那么我们再来看运动过多的 运动过多的呢 舞蹈兵 手足 习动 那么这些神经肌肉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迅速的一个不自主的运动 激张力是怎么样 异常的 就是它是激张力一个稳乱的表现 对不对 那么言语的特征是怎么样 语音不准确 异常的拖长 或者是说话的时候怎么样 实快实慢 因为它是一个稳乱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快慢交替 然后可以有怎么样 刺耳音 可以有辅音不准确 或者是原音过程 出现的是运动过多或少 那么混合型 脑外伤 多发性 硬化这些疾病 那么神经肌肉病 变得甲性的 盐随马屁 那么它的特征的速度 缓慢 语速是慢的 低音调的 鼻音过重 音量控制障碍 就混合体现了一些怎么样 一些特点 以上呢 就是说 构音障碍 和出现了 灵床上的一些分类 那么我们在 构音障碍当中 特别要注重什么 对它构音障碍的 一个评定 在讲失与症的时候 我们强调了 灵床分型 不同阵型 从听说读写 符书命名这些方面 来区分 失与症的不同类型 对不对 而构音障碍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构音发出的这个音 是呼吸的问题 还是共鸣的问题 对不对 还是脊肤 声带 肌肉 控制的 语言的问题 所以它有不同的层面 那么我对于它这种不同的层面的评定 就变得怎么样 就变得重要 所以我要了解构音障碍是否具有 先说它有没有构音的障碍 对不对 是运动型的 还是气质型的 还是其他功能性的 先要去判断 然后对它的种类程度 刚才说了这么多类型 那么你要对它的种类程度进行判定 然后推断出原发的疾病 以及损伤的部位 那么平定的方法 我怎么来平定它呢 首先发声发语的器官 肺有没有问题 头部有没有问题 我鼻腔口腔 我身在周围的这些肌肉有没有问题 你要先对这些发声的器官进行怎么样检查 然后再说怎么样 言语的构音有没有问题 那么实验室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 有些奇病是肌肉筋卵导致的 对不对 有些是肌肉迟缓麻痹所导致的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寄电图 观察它肌肉的一些情况 所以呢 我可以接受一些怎么样 实验室的检查 而我们重点要了解的是什么 发声发语器官的一些检查 那么首先我就要看什么 它的呼吸功能 它到底能不能发声 能不能发声 这些器官有没有实质性的一些问题 那么呼吸功能怎么样 他这个人气都出不云 他说话肯定是顿顿须须须的 那么发音的情况 那么发音的情况主要跟怎么样 我们的喉 喉部的这些肌肉呀 这些控制呀 是怎么样 密切心关的 然后还有怎么样 口部构音器官 比如说我们的 还传 能不能必论 上额下额 舌尖的活动 这些口部的怎么样 一些问题 所以呢 通过从呼吸的功能 发音的功能 也就是喉的功能 以及口部 咽腔 鼻腔 这些构音器官 这些方面来进行 怎么样 一个计则 所以专门临床上 构音障碍 评定是专门有量表的 一项一项怎么样 通过检查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 呼吸功能 呼吸的次数是否正常 是否按照正常人的 呼吸的频率 来进行呼吸 那么呼吸的类型 咱们知道呼吸 有腐蚀呼吸 有胸式呼吸 对不对 那么它呼吸类型不一样 呼出的这个气流 是不是也不一样 也会影响到 你发生了一个改变 那么最长的呼气时间 你最长能呼出 多长一口气 比如说 咱们 再做一个 就是说 唱戏的也好 唱歌的也好 都在吊嗓子 对不对 比如唱戏的 他就这样 低音高音 逐渐就在跳 那么他一口气 这是不是就在呼 到底能够持续多长时间 那么这个就是说 对你这种发声 就是一个训练 能否进行 快吸气 慢呼气 就深吸一口气 我嘴吸出来 吸进来气 对不对 我可以怎么样 用鼻慢慢的怎么样 呼出去 口吸鼻呼 我能不能完成这些 他们都反映的是怎么样 我呼吸功能 那么通过这些检测 我首先来判断 我的动力器官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气呼出的多 我们经常说 这个人中气不足 身低气气 对不对 那说话的声音 肯定就怎么样 比较低 你中气不足 就相当于我们呼出的 这个动力气流 怎么样不一样 那么这是第一个 关于呼吸情况的 检测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对他怎么样 发音情况的一个检测 那么就是头的功能 那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最长的发音时间 你发一个音 你能持续多久 那么你这个发音 最长的一个 声音的一个判断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身带的闭合 你的气流 你的肌肉 搜索一个情况 的判断 那么还要对他的音 是进行判断 说话说久了 你老在说话 缺水了 然后呢 你就会用一个词 来形容它 你怎么成了 破罗嗓子了 对不对 那么说话的声音 就怎么样 是撒哑的 或者是怎么样 震灿呢 或者是含有气息声呢 比如说大家 跑步跑 跑完了以后 那么你说话 就是怎么样 连你的呼吸的 这种声音 什么喘气的声音 是不是都能 有所体现 所以音质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音调 有异常的高调音 或者是低调音 或者是一个怎么样 单音调的一个发音 那么这个也跟我们的声带 怎么 像我刚才说的 你身门闭合得太紧了 肌肉太筋软了 那么就会是一个刺耳的 半音调的音 再一声就出来了 经常咱们能听到这种刺耳的 高音调的声音是怎么样 还有女生的尖叫声 看到了老鼠拉 长老拉一声 那种迅速的一个声音 怎么样 扑击出来 那么这种音调的改变 还有怎么样 音量 有音量过低 还能力量的怎么样 这些 那么这都体现的 什么样 喉部肌肉 对我们身带 声门 怎么样 有控制 那么我们再来看 口部的 构音器官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口腔 鼻腔到 形成什么样 公民的器官 那么烟部 主要体现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 软臥的问题 有没有呛壳 鼻漏气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往下 验东西的时候 那么它遮蔽的很好的话 我们是不会 饮水 呛壳了 对不对 但你这个软臥 活动度产生问题 软臥的 抬高情况的不同 都会怎么样 导致什么 你的发音的 一个音场 那么你还要看 你的舌 每个人说话的时候 都跟你的舌的灵活性 是密切相关的 它能不能伸出去 能不能缩回来 伸出去的这种长短 有没有偏移 有没有可以达到 就是说左右嘴唇 上下嘴唇的这种高度 跟你的说话 都是怎么样 密切相关的 那么还有一个 下颌 你把下颌张开 然后闭合 那么也会影响到 你的说话功能 以及我们口唇的功能 那么口唇是最明显的 你发布唇的音 有缺唇的 有扁平的 对不对 所以唇的一个力量 你口唇的一个力量 都会影响到怎么样 你最终的一个说话 所以这是口腹构影器官 那么我通过一些检查 对阳恶 对舌 对下颌 对口唇进行怎么样 相应的一个检查 那么一般构影检查 是以普通话为标准的 不以咱们的地方方言为准 那么房间和设施一般 肯定还是要出一个 比较安静的防御性 可以用50张卡片 用我们的录音机 纪录表 压舌板 还有专门的构音怎么样 一个评价的量表 检查表 那么你就要听它绘画 听它单词的检查 音节的服术 你可以50张图片 让它一张一张图片说 你根据这种图片 然后根据它发音 那么听到这个字 这个词的时候 它每一个词 发到这个音的时候 你比如说爸爸 他 对不对 那么都有拨这个音 那么它发到这个音的时候 这个拨这个音都变成了什么 拨的这个音 对不对 那么你就可以确定 这个人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怎么样 有问题 那么你就可以根据这些 检查的情况 了解出来 它构成哪一个音节 或者属于哪一个类型的 构音障碍 来进行怎么样 一个音的治疗 最终的来进行怎么样 结果和分析 那么在绘画训练当中 你比如说 你可以怎么样 询问患者的性命 年龄和职业 反正给他一些限定的内容 让他去说 那么患者呢 说五分钟 你要首先观察的第一点 他能不能说出来 比如说现在让你们说一个 极性作文 另一个你不了解的题目 你可能说都说不出来 对不对 那么患者一定是他熟悉的内容 然后他说五分钟的话 首先能不能说出来 然后在他这段说话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他音量的问题 那么他是没有任何的一种变化 还是怎么样 音量的这种高 还是音量的低 音调怎么样 然后在说话当中 有没有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气息音 粗糙声 鼻音化 有些人说话就嗡嗡的 对不对 鼻音化的一些发音 然后有没有出现正常 所以先让他自己说一段话 然后你对他整体的绘画情况 有一个怎么样 简单的了解 然后我们第二方面就我们刚才提到 单词检查 50个单词 根据图片的意思 然后他来进行命名 然后呢 一定是自己去说这个词 而不是怎么样 你说了 他跟着你说 那么这个你就检测不出来 他供应的问题了 然后在查处的各种异常 怎么样标在你相应的 就是说你检查表上 他就有一个音标 你是不能发波的音 不能发科的音 不能发哥的音 不能发多的音 不能发特的音 那么你根据情况 在相应的字母上做标记 然后你才会有针对性的怎么样 进行一个训练 那么音节服数的检查 140个音节 然后呢 检查者数一个音节 患者呢 服数一个音节 那么你要排除一些是怎么样 他自己发的某些音节 不准的问题 那么查出异常的标在怎么样 相应的音节上 你比如说 哎你服数 兵并加 对不对 那么这种兵并 有没有这种后鼻音 哎有没有这种前鼻音的发音 哎那么加 有支什么 大红 红公 对不对 大红公鸡 这个红的这个音 哎这个公的这个音 是不是很相近 他能不能发出来 那个红这个公 然后晚上睡在树 插 树 对不对 树的发音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插 对不对 诗 诗 它能不能很好地发出来 是不是都是一个音节服数方面 所以跟着你服数一句话 那么你不要 哎他发不出来 湿的音 发不出来 吃的音 对不对 那么你来判断 他是哪一个 肌肉 或者哪一个部位 哎或者是口腔 哎是舌 还是下颌 还是怎么样 软饿 哪些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么通过音节的服数检查 你就可以怎么样 发现 那么还可以 哎 用文章的水平来检查 你比如说 让他朗读 怎么 这一段文字 你比如说 我们朗读这篇文字的时候 一般都会怎么朗读 是不是冬天到冬天到 北风吹雪花飘 对不对 然后呢 小朋友们不怕了 排起队来做早操 你会不会说 排起队来做早操这种平的 是不是都有这种起伏 你比如说我们的 那么一看这个 你就是怎么样 排起 对不对 如果他发不了这个音 排不了这个音 或者音调音量发生改变 你比如说他排起 变成 脖子就成了怎么样 白起了 对不对 那么意思就怎么样 就不一样了 还那么这个起 我们是三声 对不对 那么他现在变成 四声 那就成了什么 白起起来 对不对 你就完全怎么样 不同的一些意思 所以你通过这种 限定的一些词汇 可以对他怎么样 音节 可以对他的怎么样 音调 是不是音调 他能不能发 三声四声的一些问题 所以会观察 所以会观察他的音调 音量 韵律 以及怎么样 呼吸音 最后你在相应的音节上 做出怎么样 相应的一些标志 所以呢 你看一些语言的训练 这些词都不是随便选的 他都是有他特定的 容易发生错误的 某些这种音的一些问题 来进行选择的 所以呢 够音 我通过这些音节的检测 发现问题了 我可以对够音 类型 进行怎么样 够音类型 运动的一个检查 那么检查者去示范 患者来模仿 比如说 发这种摩擦印 拨这个印 那么 你要发拨这个印 上尺和下唇 肯定是要怎么样 产生摩擦的 那么它能不能产生摩擦 你首先先看它这种构成 能不能把唇和齿放在一起 你讲 是不是就这样 那么有没有这种表现 能否能出气 我发这个音的时候 能有了唇的相反 但是必须有气流冲出来 能否出气 然后呢 双唇的一种爆破音 拨 是不是也有气流 也有怎么样 两个唇的相反 那么这些能不能完成 标记 能或者不能口唇的爆破 你想我们发 泼的音 唇 我们的这个塞 我们吐气 是不是都有 那么通过这些特定的音节 来观察 结构 唇齿之间的结构 观察 气流之间的 送出的一个情况 然后最终我们来对结果进行怎么样 分析 这个人是怎么样 有错误的发音 对不对 那么这个错音的一些调剂是什么 在什么调剂下 它会出现那种错音 错误的方式是什么 是一贯性的这种错法呢 还是 刺激了以后 我可以用这种来纠正的 还是类似于运动的 完成总体项目方面的有错误 那么错误的类型 有省略 痴患 歪区等等 然后最后呢 你可以怎么样 备注你的结果 那么最后 你就把这个患者的一个怎么样 通过这些评定 你最终的目的是要发现他的问题 对不对 对他障碍进行存结 那么最后你就发现 这个患者的勾引障碍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 第一个 他省略了 可以是怎么样 把不血 就是说 如果是省略的话 那么就广发怎么样 不的血 就是说 我这个患者的音就不发了 那么不血发成什么 血这个音 可以是怎么样 置换 可以是背心 发成怎么样 拖的音 背心变成怎么样 肺心 可以是 置换的发音 可以是省略的发音 可以是怎么样 送去音话 那就比如说 我们得的音 和嗤的音 嗤 嗤 嗤 是不是一个送去 一个不送去的 那么我现在本来是要发大算 对不对 我是没有去的送出的 现在变成了一个怎么样 不是大算 是他 他算 那么就有了一个怎么样 送去的这种音的表现 那么反过来 我变成一个怎么样 不送去的音 那就把他又发成什么 他又发成什么 嗤的音又发成什么 嗤的音 所以嗤 嗤有怎么样 送去和不送去的变化 所以通过以上的词 音节 然后和我们文章这些检测 最后其实总结出来的特点 这个人送去音有问题 这个人摩擦音有问题 这个人爆破音有问题 你就可以怎么样 做出三音的一个变化 那么还有一些 比音化的音 怕 就没有鼻音的 对不对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音 对不对 那么一旦它变成这个 就有了怎么样 一个鼻音化的反应 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就有了鼻音了 你是不是感觉 鼻腔就在震动了 所以呢 总结 这个病人出现的是 有省略自还送去化 比音化的一些特点 那么我针对他这些病变 怎么样 来进行怎么样 相应的一个治疗 所以呢 第四一个方面 我们就对构音障碍 进行怎么样治疗 那么治疗我就要有什么 治疗的原则 根据轻度的中度的 以及一些怎么样 没有办法纠正了 我用一些补偿的技术 首先呢 我们来看治疗原则 治疗原则就根据 我们的评定结果 按照什么 呼吸 这个人没有呼吸 也就是说没有动力器官 没法发音 按照呼吸 喉 是不是我们喉声大的一个控制 声门下压的一个开合 按照喉 恶咽区 是不是我们软恶 发音方面的问题 舌体 我们舌头能不能上下左右 灵活的摆动 是不是刚才评定都评定过 然后根据我们的口唇 下颌 按照这个顺序 逐个进行训练 它是有一个怎么样 先后顺序 你心底呼吸平稳了 有了气流 然后声门声带控制了 我在考虑怎么样 口腔的这个形成 共鸣器官的一些问题 那么原则一定是怎么样 游易到满 也就是说这个人原因 我们所说的 阿窝 阿赫 还不会发的 你就让他去发什么 像我们刚才的人 吃呀 吃呀 这种怎么样 比较难发的辅音 是肯定怎么样 不行的 一个原则 游易到难 顺序 呼吸 喉 恶咽区 折体 唇 下颗 按照这个运动 顺序 来进行怎么样 训练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 轻中度的治疗 就是说轻中度的患者 如何来进行治疗 那么首先 大家刚才看了顺序 怎么样 先训练呼吸 对不对 那么在训练呼吸之前 先要有一个怎么样 收持的训练 然后才是对怎么样 构音情况的一个改善 还有这种 比音化的 我进行比音化训练 说话最立的 我来克服怎么样 最立音的一个训练 还有气息音的 我来怎么样 克服气息音 最后才进行怎么样 一个美化的能力 我音节的一个 预律方面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 松弛训练 松弛训练 为什么要进行 松弛训练 我们刚才讲了 运动性 构音障碍的时候 有怎么样 肌肉也有进来 有时候咱们说话 一紧张了 你还觉得自己说话 有点结巴 构音不利索 所以首先呢 要降低 言语基的怎么样 一个紧张性 它张力太高了 紧张了 那你发音 肯定会产生 这样的改变 所以呢 松弛训练 按照顺序做什么 足腿 臀部的一个 松弛 首先先怎么样 做足腿 臀部的 松弛 再做怎么样 胸腹 背部的 松弛 再做 手于上肢的 松弛训练 最后 才做的是什么 肩颈头的 一个 也就相当于 从下道上 把整个人体 全部怎么样 放松 然后呢 完成怎么样 我们的 下一步的 一个训练 所以以上 做下肢的 做胸腹的 做上肢的 以及做头颈 那么它的 做动作的时候 一个总的原则 就是保持三秒钟 然后放松 然后重复 怎么样 十次 就是相当于 跟我们 以前的训练 疗法十次 一组十次 一组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进行训练 所以基本的原则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 足腿 臀的松弛 首先 我从远端 那么大家看 这个相当于 从远端 从足底 到上的 一个训练 对不对 那么远端 我先做 脚趾的 一个松弛 脚趾向下 区区三秒 然后怎么样 放松 然后脚趾 做完了 我就开始 做怎么样 相当于我们的 怀端节 一个脚 做完了 再怎么样 做一个脚 类似于我们 体育运动的 怎么样 放松顺便 然后做完了 转动 之后怎么样 再继续 收拾 然后坐了一下 双脚平放在地面 用力向下 踏三秒 你就说你这个时间 是放在地面 用力去踩 那么这个时候 你是哪个肌肉紧张 是不是我们的 非常急 死根去踩 对不对 我们会产生 一个紧张 然后怎么样 还保持三秒 然后再怎么样 放松 然后我们还可以 做什么 还再往 小腿就要变到 大腿 骨四头肌 臀大肌的一个 什么样 收缩紧张 也就是说 小腿 大腿 那么 怎么样 我让骨四头肌 和臀大肌 处于一个紧张状态 然后再松弛 那么处于一个什么 即将站起的位置 那么有点像我们 蹲马步的那个意思 对不对 那么我即将站起来 我骨四头肌 要站起来 是不是就要深吸 还是不要搜索 那臀大肌 要站起来 是不是臀有一个宽的后伸 臀大肌 也是紧张的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维持三秒 然后放松 那么这是第一步 在做足腿 臀部的什么 一个松弛 那么第二个 我们该做什么 胸腑背部的一个松弛 那么患者 对于胸腑背部的松弛 做什么呢 收腑深呼吸 经常我们紧张的时候 要生气冒火的时候 对不对 淡定淡定 深呼吸 深呼吸 手就是这样 他们就类似于我们做什么 还是一个收腑 深呼吸的一个动作 然后怎么样 保持三秒放松 那么再做下一步 那么做完胸腑背 背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上肢了 对不对 那么告诉患者 要注意力 就从我们胸腑背 进一步 集中到怎么样 上肢和手上 但是这个时候 你不能把前面的下肢 和胸腑腰背的 这些训练白做了 仍然要让他怎么样 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 因为最终的目标 我是要达到一个什么 全身松弛的作用 那我们再来看 手于上肢的一个松弛 那么最简单 我可以做一个怎么样 手握拳的动作 对不对 人一紧张了 你是不是自然而然 手就握紧了 对不对 一紧张 是不是都有这个动作 那么我现在就 人们去握紧 让他紧张三秒 然后怎么样 去放松 然后呢 也可以做什么 双臂向前伸直 到肩的水平 保持三秒 然后放到怎么样 双腿 这是不是你肌肉 一个紧张手朵 然后怎么样 放下来 你就怎么样 放松了 那么强 强度就是说是 紧张感 强化这种紧张感 与松弛感的一个对比 因为肌肉一收缩 紧张了 你再放松 那么这种紧张收缩 我就可以让 人体感觉到什么 放松紧张 这之间的怎么样 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 利于我们全身的怎么样 一个松弛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看什么 肩颈头的怎么样 一个松弛训练 那么我可以做什么 耸肩的动作 保持三秒 然后放松 哎 耸肩 是不是也是一个紧张 然后放松 是不是觉得肌肉怎么样 放松了 可以做什么 头向前下垂 然后后伸转头 实际上也就是什么 我们一个转头的动作 我可以怎么样 顺时针缓转 可以怎么样 顺时针缓转 那么通过这种缓转 肌肉是不是紧张放松 对不对 然后我们达到一个怎么样 肌肉 颈部的一个放松 那么还可以做什么 是不是肩 耸肩 现在转头 是不是颈部 肩部都放松了 那我可以向上做什么 眉毛上挑 皱眉的动作 哎就是 就是经常咱们很累了 很疲劳了 恼火了 把眉头什么事 就皱一起了 对不对 你一看这个人 你有啥烦心事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又是通过眉毛上挑 皱揉 然后放松 是不是我缓解 进一步向上 那么我们发音跟唇 跟下颌 是不是跟骨腮 脸部的肌肉 也有密切相关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上下 唇 紧闭 舌 用力去顶你的硬饿 也就是舌尖上顶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口 唇 舌尖 全部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那么我可以 通过紧张 放松 来缓解 肩颈头的一个凶势 也可以怎么样 下颌 向两侧移动 我们下颌 是可以向左右移动的 那么来 刺激怎么样 下颌 肌肉的一个紧张放松 很可以怎么样 就脸 脸部的肌肉 紧张放松 达到一个怎么样 整体放松的一个作用 好 呼吸训练呢 我们下节课来讲 这节课就上到这 下课 好